自然是有秩序的 自然是不紊乱的 是有规则的 所以自然是最健康的 人为的想象 与自然相应 这是真美 与自然相违背 那个里面就会有问题 违背自然是违背信德了 古报一定是反面的 这些道理都要懂啊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 七心动念 音语造主 要顺自然 就是要随顺心得 随顺心得 我们每个人都想啊 都希望能随顺心得 随顺心得是佛菩萨 信德了 信德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空无 这经上常说 这经上常说 自信 无所有必进空 无所有必竟空 不可得 不是真的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随顺 菩萨最重要的随身心得 随身心得怎么样 他不着想 就是随身 我们的经体上讲 清净平等 就是随身 于一切法不知主 就是清净 随身清净 不分别随身平等 不迷惑随身觉悟 从这些我们慢慢就能体会到 所以随身 好 不但是功德了 对我们有很大的成就 我们烦恼 习气 业障 在随身里面都可以淘汰掉了 全都化解掉了 随身可以帮助我们 断烦恼 消业障 利益 利益很多 一定要懂的 随身是智慧 不随身是烦恼 所以佛菩萨随身 我们不随身 不随身呢 就随身贪嗔痴慢 那是烦恼 随身自私自利 随身 随身明文利 这是完全相违背 这就错了 随身 随身是智慧 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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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身